113年双十国庆焰火 首次遗失到云林县举办 让不少的民众万分期待 尤其是在地的云林人 走路就能够到现场 相当的兴奋 而外县市也有人前一晚 就开露营车提前来卡位 日估将会涌入30万人潮 摊贩也磨刀祸祸 甚至还有人是远从屏东来摆摊 老板说这个备货量 比以前是多了两倍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肥瘦上煎的肉 在煎盘上煎得只值做想 确定两面金黄后 用剪刀剪成四口大小 摊前早已有人排队 还有这个老板排骨酥一批一批 炸上来 他早上八点就来准备 还有远从屏东来摆摊的 今年双十国庆焰火 首次遗失到云林县举办 预估将涌入三十万人潮 谈反比平常被料多两倍以上 但都有信心会卖完 不少民众早早来卡位 尽管还艳阳高照 现场开启一朵朵散花 民众称之散等 尤其是在地人很兴奋 在家乡就能看到国庆焰火 这可是头一次 说什么都不能错过 有人很专业 脚架大炮都扛来现场 甚至有人前一天晚上就开露营车来 整整等了近二十四小时 大家都很期待要用璀璨焰火 欢度国庆 记者中部赵报道 山腿台风重创 高雄一度吹起了最高 17级强阵风 路上不少的交通号制都被吹坏 时隔一周 路上还是能够看到 有红绿灯摇摇欲坠 甚至连红灯倒数灯号 都跟着歪头 让民众直呼真是奇景 对此交通局表示 修缮进度已经完成了90% 预计10号过后 就会把通报的故障号制灯 全数修理完毕 开车经过红绿灯 抬头一看 这个绿灯怎么命神一线 掉在空中摇摇欲坠 绿灯亮着红灯也还在闪 骑士经过到底要怎么判断 完全不洒洒 只是交通期限还有像这样的 红灯倒数计时器 是2还是5还是1 数字歪头 骑士驾驶傻傻分不清楚 另外还有红绿灯 红灯干脆罢工 到底要走还是不走 连行人耗制灯也出问题 小绿人只渗透 下半身整个失踪 还有灯罩被吹到变形 人家看着走的方向不一样 也不确定是哪一个 前面还有的是 前面哪一个 这个掉下来 它也是还没修 因为我是觉得 可以理解是因为 这是真的很有种 如果没看清楚 真的会有危险 山陀儿台风中床高雄 一度吹起最高17级强阵风 交通耗制还有很多没修好 纷纷被网友拍照po网 更说这根本是薛丁格的红绿灯 歪头数字好像有点可爱 交通耗制直接变成装置艺术 不过就怕危险 交通局全力抢修 也承诺将在10号前全数修理好 那经过通报 我们总计列管 有642件的耗制维修案件 目前已经完成了632件 完成率已经达到90% 台风这么一肆虐 交通耗制被吹坏 意外出现路上奇观 尽管特别大 但还是尽管恢复正常避免危险 记者林一轩 客长号 高尚报导 双十假期车祸 平传先来关新道的是在 苗栗140县 由一名陈信富人开车 高速逆向撞上了对向路旁的电杆 车头严重凹陷 几乎全毁 富人的头颈部受到了 剧烈的撞击送医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而另外呢 在台中的东市大桥 一辆玉瓣混凝土车 过桥要右转 当场和一辆机车发生了碰撞 从事居家照护的女骑士 被卷进了车底 不幸当场死亡 连接石缸和东市交通的 东市大桥双十节上火车来车网 却惊传死亡车祸 仔细看在画面左上角 一辆玉瓣混凝土车 要右转引道进入东关路 当场撞上一旁机车 女骑士连人带车被卷入车底拖行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锦销货报道场从事居家照护的 49岁陈姓女骑士 已经不幸身亡 肇事的是三十四岁歇息男驾驶 酒厕值零点零二没有超标 被一过失致死罪 一组侦办 镜头转断苗栗 愿离一四零线白色轿车 高速逆向撞上路旁电竿 车头严重凹陷毁损 救人员感到立刻协助 女驾士脱困 富人受到猛烈撞击 多处擦措伤 痛道不断哀嚎 好在经过送医 没酒驾也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什么原因 失控自撞 还得由警方调查厘清 再来出状况的 还有国三杀戮路段 南架175.3公里处 大量的包装卫生纸 散落在国道上 再往前走 有的被经过车辆碾压 一张张卫生纸随风飘散 下了不少路过驾驶 赶紧减速闪避 卫生纸漫天飞舞 就像白雪一样 好在没发生吃货意外 清洁人员花了30分钟 清除现场 警方也将依规定 对小货车吃主重罚 1万8 谢谢唐苗栗 送口道 陶约游家房仲业者 到宜兰交溪员工旅游 却发生了不幸的死亡悲剧 其间有一名零性女子 为了阻止伴侣 酒后开车去买酒 趴在引擎盖上阻挡 只是张性女子喝太醉 人就是强行开车 导致女伴体力不支 被甩落车旁 不幸身亡 黑色轿车高速行驶 在马路上仔细一看 引擎盖上还趴着一名女子 驾驶就这样一路猛开 直到女子衰落 才突然酒醒停了下来 目击同事吓得赶紧报警 警消到场时 女子已经躺在路中间 动弹不得 救护人员不断做CPR 但迟迟没有反应 重回事发现场 地上血迹斑斑 肇事的黑色轿车 附加玻璃跟引擎盖 都有明显止痕 事发在9号晚上6点多 桃园一家房仲业者 安排员工旅游 到宜兰郊西玩 其中张性女子喝酒后 还想开车出门 买酒畅饮 同行的灵性女伴 健壮趴引擎盖阻止 而张性女子 不知是否喝得太醉 不顾危险 强行开车数百公尺后 灵性女伴因为体力不支 被甩落车旁 送医抢救后 仍伤重不治 据了解两人是情侶关系 经酒侧发现女驾驶 酒侧值高达0.68 酒后不停女伴劝阻 这下不但依公共危险罪争办 还葬送一条生命 再多后悔莫及 也挽回不了爱人的宝贵性命 记得张凯婷一栏采访报导 关系 感谢观看